近来中共政局动荡 省部级高官密集落马 最新被议论的是广东市委书记万庆良 他受到广东前省长黄花华一手提拔 任内还动用大量的公堂参与迫害法轮功 外界认为万庆良的落马将再掀起中共政坛地震 请看我们的整理报道 万庆良被查事发突然 他是在省常委会上被中纪委直接带走的 爱员计划他还要到广州大学参观 万庆良在26号上午还主持了一个专题会议 会上他还大谈自我批评 下午还去了天河区调研 大陆媒体猜测万庆良的下台 与去年的接阳市官场贪腐窝案 和广州城改造有关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认为 万庆良能被提升 就是因为他积极地配合江泽民镇压法轮功 据了解万庆良在出任广东省团委书记期间 就在广东青年学生中大搞各种迫害法轮功的宣传和活动 他受到广东省前省长黄华华的肯定 2003年开始被提拔到接阳市任职 过去的十多年 接阳市当局把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用来迫害法轮功学员 从俄罗斯购买电话监控与自动定位等设备监视学员 在接阳至少1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数十人遭非法判刑 上百人遭非法劳教 3000多人次被非法拘捕劫持到洗脑班 香港杂志新维月刊曾披露 万庆良曾因女人问题被人举报到省纪委 但黄华华帮忙给上面罩住 不过万庆良和黄华华一样 都受到了法轮功追查国际组织的追查 中共官媒人民网的微博也发文说 广东下一个被查对象是谁 暗示万庆良只是广东打虎的开始